63. 《文匯報》 國務院准設中保投基金預計規模 3,000億對接國家經濟戰略 2015年7月4日中國經濟 B03香港《文匯報》 信記者王瑞華 國務院昨日原則同意中國保險投資基金設立方案方案 基金總規模預計為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首期1,000億元 存續期限5年至10年 投資期後可發起設立後續基金 基金主要投向一帶一路、經津企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大等戰略項目 當局稱設立中國保險投資基金的目的 是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優勢 對接國家重大戰略和市場需求 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社會有效投資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打造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新引擎的重要舉措 該基金建立初期將重整合現有保險資金投資項目入手 新項目融資實行分歧募集 而存續期間 基金以股權方式投資的有限合夥人予推出基金 採取公開上市、新三板掛牌、股權轉讓、股權回購、股權支援等方式 向其他合格機構投資者轉讓所擁有的基金份額 由保險機構依法設立 基金主要由保險機構依法設立 其定位有兩大點 一是作為直接投資基金 需滿足國家經濟戰略 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產生的市場需求 另外是作為無基金 對接國內外各類投資基金 特別是有政府參與 投資領域類似的其他投資基金 因此 基金的投資範圍將圍繞內地的產業政策 及發展戰略開展投資 主要投向一帶一路 經進企協同發展 長江經濟大等戰略項目 同時亦會投資於拉動力強 社會經濟效益好的澎湖區改造 城市基礎設施 重大水利工程 中西部交通設施 新型城鎮化等基礎設施建設 國際產能合作和走出去重大項目等 投資形式主要包括上市和非上市股權 優先股、債權 資產證券發產品 以及股權基金 並購基金 甲層基金等各類投資基金 基金採用有限合伙制 保險投資基金採用有限合伙制 設一名普通合伙人和若干有限合伙人 中保投資公司任普通合伙人 負責基金設立、務集和管理、有限合伙人 由保險機構等合格投資者擔任 而中保投資公司由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出資設立 其將負責基金設立、務集和管理、 基金和中保投資公司應在協議和 將程中明確值接投資基礎設施設立的最低比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